好啦 各位觀眾們 我們又來到了這個40層 140層 陽炎塔第40層 那這關的敵人呢 是巴貝奇 巴貝奇比較特色是他開場的時候會放一個湯煙的鎧甲 要25%機率會迴避 所以我個人認為 最簡單的辦法是你可以考慮讓奇金石 戴上之前情人節的這一裝有無敵貫通的狀態 就可以避免掉他的迴避了 那我另外因為反正敵人是單體嘛 那我們就放一隻牛肉丸配上這個禮裝做輸出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另外一張無敵貫通 比如說像是空境活動的斬首兔之類的 那我是覺得我們可以嘟嘟運氣嘛 那因為他的NP累積不容易 那奇金石的NP累積很容易 所以他的爆發力很強 即便今天巴貝奇有個二三十萬的血 其實多錄個幾次也是OK的好不好 那第一波的狂蜘我想就交給阿拉石來處理 我就不要拖時間 因為我怕 那叫什麼 夜路走多了總是不好的啦 對 總之萬一你今天不小心 我的奇金石被狂蜘爆幾個兩三下 還是很有高機率 會不小心又回老家的 所以為了審視 我們還是用這個方法吧 那你高興的話其實你可以在第一波的時候 稍微多累積一點點的這個叫什麼 那個...運動 呃...NP之類的 對對對對對 那像奇金石已經不用管他了 那我們可以累積一下這個... 這個...牛肉丸的NP 那打完這一層你就會拿到第五張畫皮 要不要突滿看你 有人喜歡三張不突滿的平鋪平A可以 或者是喜歡給一張主攻手突滿的 然後一路... 呃...下雞巴亂砍也OK 我覺得就看你們自己喜歡的方式 就這個熱氣鎧甲就有機率迴避 那我這邊的做法當然就是為了 避免讓他可以動不動就迴避 我們就...讓奇金石直接撸吧 那當然你也知道嘛 這種東西雖小的時候你就會遇到他閃你的寶具 就很討厭 對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寶具有帶無敵貫通 或者是必中的人 不過其實有嗎 其實有無敵貫通或是必中的嗎 我想一下 好像...好像... 不太有對吧 因為他在打人還是很痛 對 所以我個人建議你們還是稍微也不要太放鬆 好...那這邊我覺得... 你高興其實可以用牛肉丸來把它收尾啦 對 你看他剛剛是不是就閃掉我第一發了 你看多麼不要臉 我就跟你說吧 在關鍵的時候就特別會閃 好...我忘記他會沖田了 對 所以...剛剛我正確的做法應該是... 我在確定打進Break我應該要放無敵寶人了 嘿...很棒 對...我完全忘記這回事情了 不過沒關係 我還是有我的好主意 在告訴你們這件事情 即便是今天攻略錯誤還是有辦法過關 那...這就是我們高榮錯綠的打法 是不是...高榮錯綠的打法有沒有看到 我自己都怕了 我自己都佩服了自己 我自己都佩服了自己 不是開玩笑的 我自己都佩服了自己 我自己都佩服了自己 恩 不過我不要講一件事情 結論上來說 我還真不知道我放牛肉丸來幹什麼的耶 呵呵呵呵 來賣萌 然後丟個卡莉芝麻就沒他的事情了 好喔 這減兩奇金石單挑應該比較快啦 恩 欸...我連續打了三層全部都是奇金石耶 是怎樣 你們那個洋煙塔全部的Boss全部放Caster是不是 你可以不要這樣嗎 我也很想換一下別的...別的風格啊 對...我也很想換一下別的風格 不要這樣好嗎 我很想有別的Fu啊 氣死人了 好啦...萬奇金石一個人已經快秀了... 已經快秀了... 已經快秀了三四十層了 對啊 恩...好喔 好啦...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至於會不會塗滿畫皮我還在思考啦 塗滿畫皮後面會變得很簡單... 吧 呵呵呵 好啦...那我再說吧 那謝謝各位各位科漢 我們接下來150層見囉 掰掰